我问你 金刚经历里面 谈到乎德有事 谈到乎德 哦 乎德啊 那我一般我们用功德有事 完全没有乎差 好 你说 这个前面啊 因为才发现到我们的真心 所以还没有功德可以说啦 那乎德我们就是了解啊 就是接受福报 所以福德跟功德不同 功德是在我们的佛性里面去找 你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所以功德啊 就一定在我们的佛性里面 所以啊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在四项上非常努力 可是对佛性不了解 那个不能称功德啦 只有可以称福德 那个是啊 造福 可以享受的 所以呢 你进入了不生不昧的佛性啊 你已经了解了整个啊 佛性的轮廓 佛性的整个状态 你都透彻知道 然后你才可以有功 那在凡尘所有 不管他身份地位 是流浪汉也好 是总统也好 都是平等 那个才可以称德啦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尊重 所有众生都是佛 你尊重所有众生啊 就是供养所有众生 这样呢 就已经无量无边啦 那个才叫做已经建立德 你有见性的功 有平等的德 才可以称功的 这样了解吗